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八十五集 八王爷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南宫记的 是什么 南宫很小就开始跟随赵真了 当年两人年岁都不大 有一次呢 有刺客行刺差点成功 南宫为赵真挡了一箭 受了轻伤 总算是有惊无险 但是 刘皇后还是要追究所有侍卫的责任 造成刺客偷袭最后还成功逃脱了 他们脱不了干系 如果你是皇帝 你怎么做 求情嘛 笼络人心的好机会 我也觉得刘后是给赵真这样一个机会 让他趁机笼络人心呢 但是赵真没这么做 难道都杀了 也没有 包大人说了 赵真说他们的确是失职 应该罚 自己不好帮着讨饶 不然 这以后宫里面首位都会仗着皇上仁慈 就掉以轻心了 可是他又说自己很喜欢这些侍卫 特别是不舍得打南宫记 不如让刘皇后罚他们一些别的 还挺坦白啊 皇后当时也傻了 就问赵真应该怎么罚 赵真说 就罚他们去抓那几个逃掉的刺客 不抓住不准回来 白语堂听后 了然点头 练武之人不怕疼 怕的是受辱 赵真让他们去抓回刺客不是法 是赏给他们一个挽回尊严的机会 嗯 南宫记带人去了 三天以后呢 将刺客抓回来了 还把刺客后面主使的人也抓到了 皇上奖赏了他们 不是赏赐金银啊 而是赏赐他们皇朝第一侍卫的称号 这帮人也就是现在赵真身边的影位了 以南宫记为首 功夫了得 忠心不二 嗯 情理之中 第二个故事 是关于赵普的 那年赵真八岁 赵普十岁 赵普从小就上房接瓦 赵真小时候呢 身体据说不好 不过赵普上哪儿都会带着赵真 赵真也会跟着他 一年中秋啊 赵普带着王府两个笨大的小厮 说要去抓和蟹 他小时候也够无聊的 中秋即吃螃蟹 买几个不就行了 深秋啊 天冷啊 赵普不让赵真下河 让他在家里等着 还不能告诉王爷王妃 不然就不让他去了 但是 等到傍晚的时候 突然下了大雨 赵真在院子里面 看了看天色以后 没打伞 拿了两捆绳子 悄悄溜出了王府 为何 赵真在河边找到了 被困在一棵树上的赵普 和两个小丝 原来他们遇到山洪了 水是突然从山上下来的 赵普当时一手抱着树干 一手拽着两个小丝 正没折呢 就看到赵真到了岸边 赵普见他捆绳子在自己身上 又绑在了树上 吓坏了 让他别下水 一会儿别淹死了 赶紧回家叫人去 赵普起码一年也别想出王府 于是 下水了 以赵普的性格 从此之后别说 不会跟赵真抢皇位了 赴汤导火都在所不息了 可不是吗 据说赵真游到树边 已经用完了全部的力气 赵普一人拽着绳子 将他跟两个小丝 一起带到了对岸了 回去的时候 众人都是落汤鸡 赵真就说是自己跑出门 忘了带伞了 赵普找他去了 这王爷跟王妃 才没有继续追究 之后赵真病了三天 烧得差点死了 本性这么纯凉吗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你猜赵真醒过来 跟赵普说了什么 不知道 他看到赵普内疚 就说 难过什么呀 只要我没死 这次 就是我赚了 白语堂了然 点了点头 要叫赵普臣服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赵真八岁的时候 拿命去赌了一把 最后赌赢了 换来了赵普的仪式中心 是的 第三件呢 他后宫三位妃子呢 各有特点 但是从来没吵过架 三个女人 一个相公哦 从来不吵架 后宫一片和睦 安稳的就跟不存在似的 展昭 展昭笑了笑 拍拍白玉堂的肩膀 白玉堂点头 表示赞许 很有说服力 所以 觉得这个皇帝怎么样 比赵普适合当皇帝 包大人也这样讲啊 两人细声聊着 进入了花园 就看到了来来往往 忙碌的宫女太监 小宫女们都盼着展昭快来呢 今日真是养眼 除了有九王爷看 还来了个漂亮书生 和一个子娃娃一样的小孩 再加上展昭 只是宫女们远远没料到 惊喜在后头 展昭不止把自己带来了 还带了个白衣服的大帅哥来 看到宫女们都差点 从九曲桥上摔下鲤鱼池去 公孙还纳闷呢 看着走到眼前的展昭和白玉堂 这么闷 你俩不早来了吗 展昭尴尬 总不好说又迷路了 倒是白玉堂开口解围 门口碰到欧阳他们聊了几句 难怪 展昭和白玉堂落座后寺外看了看 没见到赵普就问公孙 赵普人呢 舅舅刚才来过 又走了 小四字捧着个石榴 火红火红的 也不知道谁给他吃的 宴席貌似在里面的院子 这里让我们先坐着休息 赵普说他要准备准备 展昭和白玉堂就有些好奇 请客吃饭 还要赵普亲自准备 有丫鬟送上茶来 月牙蹲在小四子身边 帮他掰石榴 陈修捧着茶杯坐在包大人身旁 好奇地四处张望 包大人很和气 帮他剥了个橘子 还跟他说了说花园的构造 很多大臣都陆续过来了 到了跟前 都跟包大人寒暄两句 也不特别讲究什么礼数 庞太师也来了 挺着个大肚皮 身后跟着一个看起来 十八九岁长得还行 就是给人感觉有些油滑 有些顽固的年轻人 众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 小螃蟹 安乐侯庞玉 庞太师给庞玉介绍众人 庞玉很礼貌地行礼 之后跟着他爹到一旁坐着等候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公孙也好奇 这人看着没那么讨厌呢 展昭望了望天 对包大人挠挠嘴 包大人在吗 他当然老实了 他老子都不敢不老实 少爷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个女人 月瑶凑到白玉堂和展昭身后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公孙好笑地逗他 看到个女人这么厉害啊 月瑶别眠嘴 月瑶别眠嘴 示意自己正经呢 你看到谁了 好像是心儿 月瑶不太确定地说了一句 展昭微微一愣 陈羞捧着橘子跑过来 跟月瑶一起点头 我也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 就在宫门口 不过穿得好怪 我们没敢认 他应该进宫来了 进宫 幸儿为什么会进宫呢 他不是一个人 跟一群女人一起 月瑶话没说完 突然抽了口气 捂着嘴望向前方 展昭和白玉堂微微一愣 回头看过去 就见一个人 走到了他们跟前 两人坐着呢 抬头看了一眼 就见来的是一个 看起了三十多岁的男子 身材奇长 骨骼均匀 面如关玉 眉清目郎 有薄须 修剪得精致 儒雅贵气 他一身紫色便衣 头顶发束 有金冠玉簪 黑发及腰 斯文中带着潇洒 白玉堂和展昭 大致知道 月瑶什么毛病了 这月瑶吧 跟一般的姑娘家 不太一样 按理来说 他这个年纪 十六七岁 应该钟情那些 二十出头的 公子哥才对 开封府的姑娘们 有很多选择 展昭 白玉堂 公孙 赵普 四个完全不同 类型的美男 总有一款适合 但偏偏月瑶 一个都不喜欢 他只喜欢大叔 月瑶之前暗恋天尊 当然 是口哗哗 跟陈修说着玩的 他整天都觉得可惜 天尊为什么不留胡子呢 不够疏 可如今眼前 这位贵气的叔 可是完完全全 戳中了月瑶的心尖了 连白玉堂和展昭 都觉得 他应该会喜欢 陈修扒着月瑶的胳膊 冷静啊 高水 包拯看到来人 站起来行礼 王爷 包相 可算回来了 那人笑得分外好看 白玉堂看了展昭一眼 展昭放在专案下边的手 对他比划了一个八字 白玉堂心中了然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俊美贤王 八王赵德方 八王爷一来 不少人都跑过来打招呼 展昭和白玉堂 就在一旁端详 八王爷回礼和说话 两人默默对视了一眼 这王爷是古话里走出来的吗 举手投足 有股传说中的飘逸之感 好是古典 留了须还能好看成这样 真不容易 两人正发呆呢 八王爷对展昭笑了笑 展护卫好久没见了 展昭回过神 站起来给八王爷还礼 他也纳闷 其实之前见过几次了 每次见都觉得比以前帅一点 包拯给八王爷一一介绍众人 八王爷显得谦厚温和 或者说温柔更加确切点 连声音都有一种安安静静的感觉 把一件宽袖长袍穿出了顾凯之笔下的未尽之风 明示之态 小四子捧着个石榴 表情和月瑶差不多那么吃惊 八王爷早就看见他了 夸他可爱 公孙连忙将小四子抱起了 叫人呢 叫什么 八王爷伸手去抱小四子 月瑶就五心口 一旁陈心一个劲给他扇风 让他撑住不能晕 八王爷抱着小四子的时候 手腕露出一截 白玉堂看了看闪招 很瘦弱 毕竟是门管嘛 小四子摸了摸八王爷的胳膊 莫名有一种自己是不是长得太胖了的负罪感 这位帅帅的叔叔比他爹爹还瘦一点 小四子手也欠 下意识地摸了摸八王爷的胡子 公孙在后边戳着他屁股 不准没礼貌 叫八王爷 你排行第八呀 是九九的哥哥吗 九九 是说赵普 是啊 我是他哥 小四子一听 这是赵普的哥哥 好感倍增 我排行第四 我小名叫小四子 你小名叫小八子吗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